南北韓峰会,现场策写中央社记者廖汉原南韩高阳27日专电南韩 总统府青瓦台宣布,北韩第一夫人李雪主会出席南北韩峰会的晚宴 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包妹金宇正路面后,另一位北韩女逼又成为峰会焦点 文在寅的发言人尹永灿约扬前在青瓦台举行的说明 会中,强调双方还在资商联合声明,两韩未来如需会晤,也会协调加入内容中 不过他宣布,李雪主稍晚会加入峰会的联合晚宴,更具话题性 北韩领导人出访向来神秘,第一夫人站在美光灯下十分罕见 李雪主在三月底陪同金正恩密房北京,服装、行与化妆都是焦点 在各方意测下,李雪主最后加入晚宴,更添峰会的戏剧效果 李雪主近期频频在北韩公开活动现身,除了观赏南韩演艺借在平朗的演出 还独立出席五剧活动,已由北韩第一夫人的架势 北韩金市家族女将近期频繁露面,成为焦点 金宇正是两韩高层官员中,除了南韩外交部长康金河外,唯一坐上谈判桌的女性 金宇正身兼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,如今已是金正恩的左右手 编辑,趋响评1070427